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飛俠 你看到整枱都是剪刀 今天想說的是剪刀 最近半屋 中間 經常用剪刀開箱 發覺 剪刀後都燉了 你看到原本的Globe Reba 其實開箱都蠻利 但一剪刀後就很燉了 今天想介紹 介紹這把 陶洛士的剪刀 其實這把 陶洛士的剪刀 聽到聲音 煎腸粉都很凌厲 這把剪刀真的蠻好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把剪刀是用了 鈦的塗層 鈦的塗層 你會看到很多 剪刀 很多 很多鋒利的剪刀 都會用鈦的塗層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剪刀的時候 譬如你有鈦的塗層 剪刀的時候 是不會很難的 尤其是剪刀濕的肉類 都會比較難的 所以千萬不要弄到手 因為它本身的 表面會令到你 比較難遇合 因為它太的塗層 但它也因為有這層表面 剪刀的時候 比較清脆和鋒利 所以我都很喜歡用這把剪刀 它的曲刀呢 你看到其實 挺輕鬆的 當然這把也是因為 久經戰陣 所以也是 傷亡慘重 經過這次之後 我們再次進入 陶洛市的剪刀 你看到日本銷售 第一 可能是2011 2012 都很久了 但你會看到有不同顏色 有粉紅色 有藍色 有原本的啡色 還有一種顏色 我都忘記了是什麼 其實如果你問我 陶洛市的剪刀 如果你說二三十塊來講 我覺得真的挺划算的 因為很久都沒用過那些 剪刀後覺得很順暢的剪刀 而在那些什麼 scroze 3M 各方面的剪刀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六十塊至一百塊 二十塊不等的 那麼其實水準的質量 與陶洛市的剪刀相互不遠 我覺得陶洛市這把剪刀的 形態說對 比得上它們 差少少 但是價錢也真的很划算 所以這個是值得推介的 我想這些顏色我經常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在淘寶才有呢 我在坊間見不到的 經常都是見到啡色的 當然如果你看到現在可以去淘寶買 而我也順便買陀樂士的戒刀 因為陀樂士的品牌的產品 我覺得都蠻好用 所以我也買了這把戒刀 買了一把粉綠色 還有一把黃色的 它好像都有四隻戒刀 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自己找一下 而另外呢 因為最近經常見到日本文具大相 其實我自己也有買那支四方形的膠水 但我未用過 所以我還未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那四方形的膠水是怎樣 也不是自己用 只是一個女兒用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否用的 但是呢 日本文具大生意的19 那四方形的膠水當然就贏了 因為它貼邊的時候呢 就容易控制 不會貼出界 但是呢 有小有大支 有什麼有強力 有消息 那我買了兩支回來 那我現在等那些女兒 什麼時候上手工堂的時候 告訴我可以嗎 那我現在還未讓她用 之前那支用完先 那之後可能 等它用完 大概知道情況 就跟大家介紹 那這一把呢 那這一把呢 就是日本文具大相2014年的膠剪 那這一款呢 亦都是有這個泰的塗層的 那其實呢 我想相對呢 這個呢 其實我現在都未試過 那但是呢 我猜呢 就是從我對它的外形上看來呢 好像古古怪怪的 那樣呢 應該呢 其實呢 應該是令到那個剪的槓桿呢 是大一點 所以你用的時候呢 應該是輕鬆一點的 這一把 因為它這些位呢 你很明顯看到呢 其實應該是為了 加大槓桿的設計呢 令到它剪的時候輕鬆 而做出來的 而它那個外形都比較特別 你看到 就是好像雞剪的 其實有點像雞剪的風格 那外形比較特別 但是呢 價錢又比較貴了 好像超成一百塊的那把剪刀 那你問我一百塊 這把古怪的剪刀厲害一點啊 還是一把三十塊的陀樂士剪刀 三四十塊的陀樂士剪刀厲害一點呢 我覺得厲害也不會差得那麼遠 所以呢 其實呢 我買回來呢 自在玩一下這把剪刀 而真正覺得 值得推薦給大家用呢 應該都是這把陀樂士剪刀的了 那如果你問我 可能試完這把剪刀 有特殊的技術 特殊的技能 是好過很多其他剪刀的呢 我都會再補回 和大家講一聲的 那雖然有這個機會的 但是我覺得 個人對這類型的工具 的期望都不大 所以 如果有 我就和大家講 那如果大家對於文具 都有什麼想問 或者想研究一下呢 都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我的Channel 按鐘仔收關相關的資訊 Bye Bye